先用手指饼 把蛋白和蛋黄分开 蛋白 最重要是干净 蛋白最要干净 不要有油 先放在它 大家尽量把鸡蛋白放在它 放在它 一半沙糖 打起就是给它空气 给它空气令到膨胀 就会形成一个气体 气体变成一个固体 入口即溶的固体 变成一个蛋黄很松 就是不需要加化学的鱼料 令到那个蛋黄不膨胀 因为它的空气 如果你想更加膨胀的话 就加白粉、抄打粉 那我们传统的不需要 再加一半沙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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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我们分两次 那是那个吧 那是哪一半沙糖 为什么要分两次下糖 那你要分两次下糖 那你要问 你会知道灵魂的 when you see 了 不会的 下一次我们要教育 可能你可能会谋留给你聽 分量的血糖等蜜糖高些 讓蛋白更加壯麵 一種糖糖會很快溶解 如果溶解了糖 放下去會變水 再打起來可能蛋白就會化 因為蜜糖裏面有水 有水 打到它們可以自分 五指下來為止 這樣便完成了 五指下來為止 即是硬麵 硬麵 硬麵 如果這個飯不夠硬麵 就燒焗的 沒有這麼動瘡 沒有那麼動瘡 熟了之後 焗的最後定位 有加度炒得很困難 煲的其實很辛苦 煲之後反而食了氣 第二 煲得更好 誇張的厲害 就出爐的時候會沉下去 過度膨脹就很過沉 切回一旁 切回一旁 會慢慢放進去 變成不能夠麵粉的力度 那種意思 起扭不夠 英雲 派成藍醬油 派成藍醬油 反轉不絕下來 OK 這樣 蛋 加上去 其實你現在看到我的process 你現在會 自己也是一樣的 拌粉的時候 這樣拌下去 拿去七成 為甚麼呢 我們還要放粉下去 這個動作就等於你們一會間會放麵粉 我們一會叫你們分兩三次下 那我就不用了 我就一次多放上去 我就一次多放上去 你們最好就是分兩次下 為甚麼要用手指餅呢 因為雞蛋和蛋白分開 打起雞蛋白就不打起雞蛋白 所以變成雞蛋白白更加白 更加白淨 更加鬆黏 如果你要脆口 很簡單 用九十度火去拌它 拌一小時以上 九十度火 就會變脆口 市場 你有沒有看到那些手指很硬 是嗎 我那些是焗 九十度會焗它的 看到沒有粉 拌了 拌得太厲害會沒有了 會的 會的 拌均勻就可以了 我都說你們拌均勻 你們拌均勻 你們拌均勻 拌均勻 你見沒有粉就已經可以了 還有沒有拌得那麼厲害 起筋 起筋 因為我已經擠了 擠了一個batch 這個是舊的 有一個batch 是 切出來的 是 這樣 好 好 好